1945年8月6日,一枚挂着白色减速伞的炸弹落入日本广岛。 几十秒后,巨大的蘑菇云在城市上空升起, 日本人连哀嚎的时间都没有,就被丢掉了生命。 原子弹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武器一经现身, 便将原本只存在于神话中的地狱带到了人世间。 至于为什么地狱选中了日本,我想这并没有冤枉到那个国家。 核爆当天是工作日,这个叫咸牵仲松的男人正坐在前往工厂的班车上, 他的万事女美和则请假来广岛看望他。 核弹爆炸后,仲松幸运地只受了轻伤, 而美和却在乘船途中不幸淋到了黑雨。 这种如理清般粘稠的雨滴中含有大量放射性的尘埃, 女孩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核辐射。 只不过当时包括美和在内的所有日本人, 还不知道黑雨的危险性, 他与舅舅和舅母会合后便准备向城外逃亡。 三日离开倒塌的房屋来到大街上, 眼前的一切瞬间令他们两腿发软。 街道上遍布瓦砾与礁尸, 同体漆黑的幸存者们则哀嚎着游荡在废墟之间。 他们有的还一心能看出本来面目, 有的直接被火焰抹去五罐, 连衣服都被烧成焦炭粘在皮肤之上。 更由双目失明的伤者绝望地坠楼而死。 大火已经开始向外蔓延, 美和等人只能抓紧时间逃命, 事实证明逃亡的决定是正确的。 只留在城中的人大多没能熬到第二天, 严重的核污染几乎抹去了城里的所有人。 美和和仲松夫妇则成功活了下来, 一晃五年过去了, 美和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, 仲松准备给他物色一个乳衣郎君。 若是往常,出生贵族的美和是完全不愁嫁的, 但核爆之后的辐射成了广岛人摘不掉的标签。 日本人歧视这些遭到辐射的同胞, 为此仲松特地去医院给女孩开了一张健康证明, 并希望借此来打消提亲之人的疑虑。 可惜这种做法只是欲盖弥彰。 原本有意认识美和的青年, 在看到健康证明后, 大多打消了提亲的念头。 一家三口, 面对这一处境可以说是束手无策, 时间一长, 美和的婚姻问题成了舅舅舅妈的心病。 仲松夫妇没有孩子, 自从美和母亲去世, 他们便将外甥女当作亲女儿抚养。 老两口最大的心愿, 就是能亲眼看着美和结婚生子, 然后延续香火。 这一想法显然有一些一厢情愿, 喝爆后, 全日本人心惶惶, 任何自证之举都抵不过人们的猜忌。 实际上, 他们居住的小岛都被视作辐射的象征, 因为有很多受过辐射的病人在此休养, 其中就有仲松的两位好友, 庄茄和片山, 三个老头子因为生病而无法劳作, 每天只能靠钓鱼来消磨事件。 此外, 因为听说鲤鱼和卢卉有助于缓解和辐射, 三人便养起了卢卉, 还在自家的池塘里投放了鲤鱼苗, 他们觉得像这样慢慢调理身体, 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。 对仲松来讲, 调理身体倒是次要的, 当务之急还是证明美和身体无恙, 毕竟美和灵过黑雨是不争的事实, 既然健康证明没用, 那只能用当年的日记来自证清牌了。 于是仲松把自己的日记整理了出来, 里面记录着他从遭遇荷报, 到逃出生天期间的所有剑门, 看着日记本上残酷的文字, 仲松的记忆再次回到了那段地狱般的日子。 原子弹在日本爆炸之后, 仲松等三人刚刚离开城区, 但他们看到的景象也许比地狱还要惨, 河中飘着的竟是被烧成焦炭的尸体, 逃难途中, 他们遇到了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, 他的妻子被炸身亡, 儿子则被压在房子下面活活烧死, 男人看起来已经不久余人世, 三人离开前给他留了下半瓶净水。 仲松花了三天时间, 才把妻子和外甥女带到工厂, 他们不是第一批到达, 却是受伤最轻的。 不少重伤员已经死在了工厂里, 厂长拜托仲松, 为他们念超度精, 这原本是僧人该做的事, 但眼下只能由仲松带老。 尸体火化后不久, 收音器里响起了天皇的御婴放送, 这一天是8月15号,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。 日本虽然已经战败, 但对一些日本人来说, 战争并未结束, 比如住在仲松家附近的风起幽一, 这个人曾经是一个士兵, 当年在太平洋战场上跟美军交过手, 那场战争让他患上了弹阵症, 回家后的他变得疯疯癫癫, 幽一平时待在自己的窝棚里, 一门心似的雕刻佛像, 一旦听到引擎声就会立刻发病, 当他发病的时候, 只记得自己是士兵, 枕头是他的炸弹, 而他要抱着炸弹冲出去, 进行自杀式攻击。 如此三番五次的发病, 让当地人对此习以为常, 症状严重时, 还会有好心人陪着他一起演戏。 美和就是其中之一, 尽管他不常见到幽一, 但他非常同情这个身受战争创伤的年轻人, 似乎是这份同情心感动了上天, 梅任为美和新介绍的相亲对象, 是个相当不错的青年, 他嫁境富裕, 人也很善良, 最重要的是, 他相信美和的身体是没问题的, 两人的关系发展得很快, 一转眼就到了相互见家长的日子, 为了保险起见, 南方家的母亲特地去美和老家了解了一番, 然而这一了解就漏了信, 南方不但得知美和被黑与灵过, 连舅舅仲松等人的状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, 就如同验证对方的猜想一般, 几天后, 仲松的好友变山突然口吐鲜血而亡, 与此同时, 庄杰也有了辐射病加重的迹象, 所有都在表明, 当年核辐射对人体的影响并不是日本人的偏见, 变山出事后, 南方的家长说什么也不同意这门婚事了, 美和再次相亲失败, 本人也有些心灰意冷, 他告诉舅舅不要再为他无色对象, 他觉得自己总有一天也会和片山一样死去, 仲松这下彻底没辙了, 但舅妈还没有放弃希望, 他没读过什么书, 因此天真的认为, 辐射病是鬼神作祟, 为了安抚鬼神, 他特地去请了神婆做法, 在花费了不少钱财后, 神婆给了他三万符水, 据说喝下后就能驱走辐射病, 这种儿戏显然没有效果, 反而在舅妈喝下符水后, 出现了辐射病的症状, 他变得虚弱不堪, 皮肤也开始溃烂, 病情加重后, 舅妈更加独行, 自己遭到了报应, 在疑心病的折磨下, 他虚弱的连床都下不去了, 另一边, 相亲受挫, 外加舅母病重, 让美和憔悴不堪, 而他的变化则引起了优衣的注意, 优衣很早就对善良的美和抱有好感, 可他一无所有, 只好把自己雕刻的佛像送给美和, 女和很喜欢这件作品, 优衣于是邀请他去自己的窝棚看看, 在那里, 美和见到了满满一无子佛像, 这些佛像是优衣忏悔的具象画, 正是通过不断雕刻佛像, 他才没有完全变成疯子, 优衣告诉美和, 他之所以听见引擎声会发疯, 是因为这种身影, 让他想起美军的坦克, 那些钢铁巨兽, 拥有无黑的炮口, 和刺眼的探照灯, 他们的到来, 往往伴随着引擎的轰鸣, 他记得大地开始震产, 到处都是爆炸神与破碎的肢体, 可他耳边只能听见长官的冲锋命令, 所以他抱着炸弹拼命向前跑, 直到一枚子弹将他打倒在地, 他重重地摔进战壕, 抬头望去, 坦克的履带正跨过战壕, 并从他头上缓缓撵过, 友谊最终捡回了一条命, 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样, 不过他还是幸运的, 毕竟发疯的时候, 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, 相比之下, 光到原子弹爆炸之后, 辐射病人就悲惨得多, 首先他们身体变得一场脆弱不说, 其次别人对他们的歧视, 更是让他们心里受到了二次创伤, 而最苦恼最残酷的, 莫过于死亡对他们而言, 是缓慢清醒且痛苦的过程, 变山死后, 下一个就轮到庄节了, 他很快病得卧床不起, 前却探望的仲松, 只从老有眼中见到了绝望, 从那份绝望当中, 他明显地就能看出来, 核辐射对他造成多大的破坏, 庄节告诉仲松, 他在死前只有一件事想不明白, 为什么美国人要扔核弹, 或者说, 如果要加快战争结束, 为什么不直接往东清扔核弹, 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, 那他死也不能瞑目, 尽管嘴上说着死不瞑目, 但庄节不久后还是擦手人寰, 受其影响, 舅妈的病情变得愈发严重, 甚至连美和也出现了一些症状, 她的喉咬长了个不断肾血的肿瘤, 视力也开始下降,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, 她只好在夜里偷偷用药, 到了白天, 美和还要照顾病重的舅妈, 这个不幸的女人, 因为迷信以及病痛的折磨, 已经开始产生幻象, 她看到死去的片山河庄节, 就坐在她家门前, 一开门, 他们必要将她带走, 可当她逃向后门, 就会看到早已去世的美和的母亲, 这些幻觉时时折磨着她, 她明白自己可能命不久矣, 所以她生命即便到了最后, 也还是希望死前能看到美和出家, 但现在唯一不嫌弃美和的只有幽依, 两人的身份天差地别, 好在他们心有灵犀, 也相互同情, 这段日子里, 幽依时不时地就会给美和送佛像, 而美和也在积极地服药, 只可惜药物并不能阻止病情恶化, 美和最终还是病倒, 女孩是被幽依送去医院的, 对美和的爱, 让她战胜了对允情深的恐惧, 她的淡症症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, 反而是美和的状况不容乐观, 她的病因一部分是辐射的影响, 另一部分则是由于目睹辐射病人, 接二连三地死亡而产生的心理压力, 医生建议回家调养, 这样她和仲松夫妇都能轻松一些, 美和不久后就回家了, 但这并没有让一家人变得轻松, 回家当晚, 美和开始大把地掉头发, 脱发的地方落露出大块白花花的头皮, 快身女的惨状让舅妈既心碎又惊恐, 绝望的她刺刺一蹶不振, 一个月后就死去了,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, 仲松便失去了三位亲近的人, 她想起之前几个人一起放养的李渔苗, 渔苗还没长大成鱼, 但吃鱼的人却没有了, 巨大的打击让她身心俱疲, 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原本乌黑的头发已经变得花白, 不久后, 美和因病情加重而再次入院, 但这次仲松只让幽医陪同前往, 她的身体已经经不起旅途的颠簸了, 望着消失在烟沉冲的救护车, 仲松突然有了这样一个想法, 于是她静力地望向远方, 可山谷之间空荡荡的一片, 什么也看不到。 《黑鱼》由青春昌平知道, 上映于1989, 该片讲述了广岛核爆之后, 辐射病人的悲惨遭遇。 毫无疑问, 《黑鱼》是一部反战电影, 导演对二战中日本侵略战争的反思, 即使站在中国人的角度看, 也是十分诚恳的。 片中除了对核爆后的广岛废墟的刻画外, 有两段情节十分令人动容, 一段是庄杰林斯前, 对仲松说的那段话。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, 也是日本天皇的所在地, 几乎所有发动战争的日本首脑, 都聚集在东京。 显然, 他们更应该品尝核弹的滋味, 然而现状却是大部分战犯, 都逃脱了正义的制裁。 而这对广岛人来说, 显然是不公的。 在这里, 导演借庄杰之口, 几乎是赤裸裸地表达了对于日本政府的谴责。 而另一端, 则是女主角脱发的镜头。 不得不说, 女主角这段面无表情地扯下头皮的表演, 让人看了, 不禁几倍发凉。 不同对战场上血肉横飞地展示, 这段冷静而克制的情节, 也不容置疑地口吻, 向我们揭示了战后平民的绝望处境。 而片名黑鱼, 即使对女主角的诅咒, 也是对战后所有平民的诅咒。 换个角度来说, 美和这个角色所象征的, 难道不是日本这个国家吗? 她的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, 其实内部早已被另一种黑鱼所侵蚀。 七十年代日本人, 叫嚣着要买下全美国, 可一支广场协议便让他们被打回原形, 体质腐朽不堪, 处处受制于宗主。 或许这就是黑鱼的另一个影射意义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导演全篇都在使用黑白色调来突出压抑的氛围, 而这种压抑在片尾仲松进行内心独白时达到了顶峰。 仲松说, 出现彩虹便会发生奇迹, 出现白虹就会发生不幸, 可在这个黑白的世界里, 怎么可能会有彩色的东西存在呢? 或许导演本人和仲松一样, 目之所起, 只剩绝望了吧。 好了,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 我们下期再见。